是吧 好,那我们今天讲三点四 有理方程式 所以之前应该是教怎样 怎样通分呢 怎样处理那种反分数 反分式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讲 怎样去解有理方程式 所以比如说有等于四 那这一个要怎样解呢 或者是这个情况呢 要怎样解 好,那会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一题一 这一题要怎样解 那通常我们就会把它变成零 等于零的情况 把四先拉过来左边 然后再进行通分 进行通分的时候 你如果等四的话 然后如果等四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去理他 分母的情形 因为我们知道分母一定不可以是零 所以我们乘了一个X加1的话呢 那你会看到分母其实是没有在写了 我们只是写那个分子的部分而已 然后只要分子等于零了 那就可以是他的答案了 当然我们在这一边呢 要注意一下哦 当我们一这样子写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X是不可以等于负1的 因为我们的分母 只要有分母的部分呢 都不可以是等于零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X是不可以等于负1 所以你最后算出来的答案呢 它是乘上去啦 乘了这个X加1 然后展开嘛 X乘X平方 然后一个负4X 一个是正1 所以就得到负3X 负4乘1得到负4 然后负4加6就会得到正2 然后再进行这个交叉成的因子分解 得到X-1 X-2之后 X就会等于1 或者是X等于2 那刚才我们讲的X不可以等于负1 所以只要里面没有这个负1 就OK了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都会写这一三个字 经验算 什么意思 他其实理论上来讲 要把这个X等于1呢 放进去再算一遍 看一下对不对 当然我的理解 其实就是说 他要只是要看这个分数 分母的部分呢 只要不可以不等于0呢 他应该都OK的 OK 所以 通常都会写经验算这三个字 这么迟 我们 讲了立体1 所以如果你要看立体1的 我们 你等一下可以再看回那个YouTube 立体2的部分 这个3.4呢 我们在讲 有等式的情况 我们要怎样 去解放程式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以把它拉过来 然后进行通分的 又或者是交叉层 我们的交叉层是这样子的 这个层这个 会等于 我换另外一个颜色 会等于 这个层上去对面 我们这个我们叫做交叉层法 那很多学生会误解的 就是他把 他 总之 总之 很多学生会 把其他的情况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交叉 这样子做 所以这种等式的话 我们会交叉层 如果是减法的话 那个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这个概念 你要抓清楚一点 我们是把分母 拉过去变成法 分母拉过去变成法 对吗 或者我们讲 两边乘一样的东西 两边乘X-2 所以呢 这个就会越减掉 分母就会越减掉 那在这边 乘了之后呢 你会看到他自然而然 把那个分母给去掉 所以当然先觉得条件呢 就是说 这个X是不可以等于2 还有X是不可以等于 这个-2分之5的 因为我们知道分母 不可以等于0嘛 所以这个条件 一定要先记录起来 我是建议说 你先记录起来一下 OK 然后展开 两边展开 2X平方 这个是加5 这个是减2 加5减2等于 加3X 然后-1乘5 就会得到-5 X平方 减2减1 得到减3X -2乘-1 得到2 OK 然后这一个拉过来 减2减1 得到X平方 3 减减变加 所以是加3 得到6 -5 减2 得到-7 进行交叉成的因子分解 X加7 X减1 所以X就会等于1 还有X等于-7 所以都一定会要写 这个经验算 这三个字 其实目的是要确认 那个分母 不会等于0而已啦 不过他懒惰解释啦 他就是跟你讲 我带完进去算的 OK 我带完进去算了 没有问题 OK就可以了 其实他是要确认 他不可以等于2 还有不可以等于 这个-2分之1 2分之5 这个情况而已 好 再来看一下立体3的部分 你会看到左边 一通分的话呢 就会跟右边的分母一样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我们把左边通分掉 这个乘上过来 对吗 X减1乘过来这个位置 然后X就乘过去这个位置 然后分母两个互乘 就会得到一样的分母 就会约掉 所以右边呢 就剩下X加5 左边呢 就会剩下这个 OK啊 然后就展开啦 三层进去 就是3X减3 然后3加9减1 就会得到8X 这个减3拉过去就加3 就是5加3得到8 两边除以8呢 就会得到1 所以你要再看清楚 这一边呢 告诉我们X不可以等于0 X也不可以等于1 对吧 在这一边呢 你会发现到 哦 这一边是1啦 对不对 经验算呢 那我们要讲表达X等于1 其实不是那个解 我们就写X等于1呢 是真根 什么是真根呢 因为我们在 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乘一个东西 我们把两边的分母给去掉 我们就是把那个分母的X减1呢 左边乘跟右边也乘 如果做到最后得到X减1 这个东西原来是0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中间的过程中呢 左边乘了0 右边也乘了0 所以这个不合理嘛 左边乘0 右边乘0 就是原本是2等于 原本的那个解呢 其实是2等于3 这是很不合理的东西 也好 你左边乘0 右边乘0 就变成合理去了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一个 错误的一些 一些手段出现 因为我们在 先决的条件呢 是我们先假定这个我们成的东西 没有0 但是做到最后原来X等于1 X等于1的话就是说我们之前成的东西是0来的 所以就会有形成一个我们叫做真根的 所以应该舍弃 所以此题无解 就是没有解的 就是找不到解的 你带所有的字都好 你这两个是不会相等的 这样子哦 什么事情哦 又Saman 又我妈跟他 又 够够 哦 我在上课 你们出去详 妹妹你出去 妈妈 ח Xi 妈咪妈ック 这里 Q 哪 哦 ski 上去 拿负毒 好 来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 piece 例她的部分 左边右边,这几个我们要怎样处理,我看一下,所以我们直接看到,我觉得是应该因式分解吧,左边这个可以因式分解变成X-3X加2,上面也是可以进行因式分解X加2X-1,那他把这个X加2给去掉, 因为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简化一点,在右边这一边呢,他也是把2X给抽出来,就会得到3-X的情况,所以有其中一个X是可以约掉的,那你就会讲,我约掉有没有不合法的一个错程,当然因为我们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分母不可以是0的,所以你圆方程式里面的X不可以等于0, 这个其实是以圆方程式里面有这个X6X-2X平方,告诉我们呢,我们的X是不可以等于0的,所以这个条件已经是有已经假定了, 所以我接下电话,Hello,Hello,Hello, 听不到,OK,So这一边,他越紧了之后呢,左边的分母是X-3,右边的分母也是X-3,所以我们进行,你可以几种想法,你可以讲说我乘, 他的LCM,所以是乘10X-3,10X-3的话呢,X-3就会约掉,所以剩下一个10,我再乘一个10X-3呢,10跟5就可以约掉,剩下2了, 然后2乘11就会只得到22了,当然他分开写,他分开写,11再乘2再乘X-3,那在这边呢,就10乘X-3的话,越减的话剩下5而已,所以就会得到-5X,可以吗? 所以他们的,当然有不同的想法啦,我们这边的做法呢,就是全部乘他的LCM,分母可以约掉了,就先约掉他,这样子,OK,So接下去呢,就是展开,然后整理啦,展开进去,10X-10,这个是-22啦,对不对, 所以减22再乘进去呢,就减22X,然后减减变加,就加66,OK,然后再来的是,这是什么呢,他做了什么,他应该是把X放过去右边哦,因为10-22应该是减12,减12拉过去就变加12,12-5就会得到5X,所以X的是放过去右边哦,左边的话,66-10就会得到5X, OK,所以除以7就会得到8啦,所以X等于8,所以原方程式来讲呢,我们只是可以讲说X不可以等于0,X也不可以等于3,还有X不可以等于2,所以这个这几个呢,应该都没有什么冲突,所以经验算X等于8呢,就是他的解了,OK,所以他在这边思维题呢,他就问你,为什么这个可以越减成这样呢? 他会不会,原方程式的根会不会减少呢?因为你越进行了越减 这个情况来讲呢,我只能说呢,在方程式,在等式的时候呢,是不会影响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先决条件呢,就是我的分子分母不可以,我的分母不可以等于0 所以换句话呢,X等于负2这个呢,其实是不会是等于0的 我们只是担心在越减的时候呢,我越减了一个0跟0,分子分母是0,我越掉了,这个就不是很对 但是如果我是已经是说,他肯定不会是0的话呢,你就可以放心的去越减 在等式来讲呢,不用担心去越,但是在不等式的话呢,就要小心了,因为不等式呢,尽量的都不要越,有他的原因在 所以也是很复杂 所以不等式的时候不要越,在等式的时候放心的去越,我只能讲到是讲了这样,因为相当复杂的 OK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例题5的部分 不等式应该是在此些才会学的 那在这边,每个X-3跟X加2都一样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需要右左边通分,就会得到X乘X加2-7乘3X-3,然后等于15,分母两边是一样,然后我们就去掉了 我还只要你 打个学生,两个学生 两个学生 哦呦呦 他又要你了 好了,没事没事 拜拜 OK,so,展开了哈 X乘进去X平方加2X,减7乘进去减7X,减减变加7,7,321,所以是加21 OK,然后这两个可以加在一起,所以得到-5X 这个15拉过去减,所以是21-15得到6 OK,然后再来的就是交叉成的因式分解,X-2,X-3 那算出来的是X等于2,还有X等于3,原方称是里面我们的这个分母呢,有X-3,所以X不可以等于3 再来X-2这个呢,就告诉我们X是不可以等于-2的 -2的,所以X等于2没有问题啊,-2跟2不不一样啊,但是3跟3一样了的,对吧 所以这个是真根来的,应该要舍弃 所以今天算X等于3呢,是真根,好,那X等于2呢,才是他真正的解 可以吗?so,很多学生就讲,什么情况要验算 什么情况要验算 通常那个等式的情况呢,有分母的出现,我们就要验算那个分母,会不会等于0 啊,那迟先你就会学到有根号的出现呢,也要,呃,也要这个验算 因为我们的根号里面又不可以是负,所以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条件啦 呃,你必须,因为我们所学的,呃,学的东西里面呢,是时数嘛,啊,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的要求 所以分母的要求就是不能等于0,还有的就是根号里面不可以等于,呃,不可以是负值 所以这几个东西我们会需要验算,啊,其余的话呢,都应该就不需要了 应该,所以当然是保险起见的,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去验算一下啦,啊,所以 有很多先生,啊,老师我不知道需不需要验算,啊,管他这样多你就全部验算吧 你会发现到初中的时候,我们不会要求你验算,在高中的时候就出现这些情况啦,啊,所以高中的时候呢,呃,很多情况的都会要,需要验算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理题,呃,随堂练习器的部分 好吗?好,第一题,题目是9 over x-5等于x分子7,那我们进行交叉乘,就会得到9x是等于7 7乘进去7x-7535,ok,也就是这个拉过去呢,就得到2x等于-35 应该没有问题吧,应该没有做错吧,怎么不是整数呢,啊,我虽然有点强迫症啊,但是没有办法啊,啊,答案是没有,没有整数就没有整数了,OK,第二题,我们来看一下6x-1,3x-2 等于2x-2,等于2x-5,4x-7,好,这个也是一样交叉乘,我们因为这个是两项的,所以我们先写一下,这两个相乘,会等于这两个相乘,4x-7,3x-2,OK,好像要放大一点, OK,so我们展开的话呢,622x平方,因为有点复杂啦,我们写两次啊,6530-30x,2-2x,这个减减变加加5,再来这个是432x平方,428x, 733-21-21x,然后724啦,OK,12x跟12x可以约掉,那搬去哪里,搬去左边吧,搬去右边吧,因为这两个加起来是-32,拉过去就加32,32加8就会得到40, 40-21就会得到19x,OK,然后-14拉过来就变加14,14加5就会得到19,x就会等于1,完美,OK,非常好,OK,没问题,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题,第三题,三分之一加上x-2, 分之一等于x平方减4分之2x,放大一点,怎么解,怎么解,先操一下,先操一下,然后我们发现到这个分母可以,呃,变成x加2x-2的对吗,所以我通分全部,通分全部, 好,就是说我每一个都乘这个x-2x-2,那这,还有一个3,可恶,所以我们全部乘三乘x加2乘x-2,那这一边呢,应该就会剩下x-2x-2了, 那这一个的话呢,就x-2就会去掉了,所以剩下一个3和x-2,所以是3乘x-2,那这一个的话呢,好像是剩下3而已,326,所以得到6x,可以吗, 啊,所以这个,就是通分完毕,你会看到分母,我就去掉了,啊,因为他分母不可以是0, 所以这个散开就会得到x平方减4了,就会回去原本的,啊,三乘进去就会是得到3x加6了, OK,那我们全部要放在同一边,啊,就会得到x平方减3x,啊,因为这个是加3,这个是拉过来是减6,加3减6就会得到负3,啊,6减2就会得到2, 那这个可以进行因事分解呢,就会得到x减2,x减1的,啊,啊,看到吗,x减2跟x减2,不可以了,啊,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照样写的, 啊,x减2,或者x减1,但是最后呢,你必须要写经验算,虽然我没有验算,但是我已经看得出来了, 经,经检验是吗,他写,啊,经检验,减减减,糟糕,华文,华文不几个,怎么办,经检验,啊,经检验, 经检验,啊,x等于2,为,增根,增加的增,啊,啊,植物的那个根, ok,x等于2,x等于1,为,为解啊,真正的解啊,还是什么,原方城市的解, 生根因舍弃,没有写到啊,因舍弃, 弃将写 华文不懂怎么办,怎么回事,原方城市, 啊,x等于1,为原方城市的解,啊,为原方城市的解,啊, 啊,必须要写这一段话啦,啊,这一段话要背起来,啊,啊, 啊,真根,啊,经检验,啊,什么什么,因舍弃,所以哪一个是原方城市的解, ok,那我们来看一下随常练习器的答案,啊, 随常练习器,啊,果然是这个负二分之三十五哦,啊, 然后这个是1,这个也是1,啊,这个是1,这个也是1, 因为等于2,为真根,ok,可以, ok,说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功课要做了啊, 对吗,哦,3.4,3.4是你们的功课,然后再做3点,我们进入3.5啊,这个需要几几几个给你们吗, 需要吗? 呃,看你们样子是要的了,哈哈哈哈, OK,没关系,我就解个几题, 哦,这个 这个12啊,跟11呢,其实是有点 有点难度的,啊,我来解一下这两,这几题哈 OK,先做第八啦,第八是简单的啊, OK,来 好,第八题,啊, 呃,x除以x平方减1,加上这个x平方加4x减5,啊,分子2,啊,再加上这个x平方加6x加5,分子3,等于0。 OK,说这题哈,有点 呃,我们先因事分解,看一下他有什么,呃,什么样的 呃,分母有什么样的东西啊,啊, 啊,说这个因事分解是x加2,x加1,x减1, 再来这一个的话呢,是x加5x减1,对吗? 对吗,说x加5x减1,等于4,OK, 再来这一个呢,是x加5 x加1 啊, so看到了他其实是三样东西罢了,啊,就是mix and match三个东西相称,所以我们有x加1,x减1,x加5,所以我们把这三个东西全部呈进去,我就会得到这个要,必须要呈x加5,因为他缺x加5,这个呢,就要呈上x减1,因为他缺x减1,这个呢,他就会呈上x减1,因为他缺x减1,这个呢,他就会呈上x减1,因为他缺x减1, 然后呢,我们再展开他,2x加10,加2x,加2,加2,加3x减3,OK,34567,总共是7x,10加2,12,12减3得到9,对吗?减9拉过去就去减9,减9的话呢,我们的x呢,就会是等于负7分之9啦,OK, 这个应该不需要验算啦,我们知道我们的x只要不可以,不等于1,不等于负1,不等于负5,就基本上都OK了, 你要验算当然是没有问题啦,好,无人欢迎,慢慢去验算,OK,那我们接下来就再看这一题, 第11题,第11题跟第12题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关系,OK,OK,是有关系,x减3,x减4, 好,那我们就有x减3分之1,减7x减4分之1等于x减5,x减5分之1,减7x减6分之1, 这边这个好像很难哦,好像要乘4个东西对吧,如果我们平时这样子说,我们是要乘4个东西进去,不过呢,这个阶段来讲呢,我们先把它左右通分, 我们先不要乘完乘完所有的LTM,我们先左右通分,我们就得到这里是x减4,减去x加3,对吧, 好,所以这边就是x减3乘x减4,过后这边也是一样,x减6减去x加5,所以就等于x减5,x减6的, 你看下分子他们的做法好像哦,都会得到负义哦,都会得到负义哦,也就是说什么,我把这个负给去掉,最左边右边乘负的话, 它的分子就变成一样的东西了,其实没有去掉那个负也是一样啊,总之是你就讲,嗯,这个情况,我好像可以两边取导数啊, 两边取导数的话呢,意思是说我就会得到,呃,x减3乘x减4,会等于x减5乘x减6,啊,这样子就没有很难啊,对不对,或者当然你讲说这个时候, 后你才成完四个东西,然后呢,这个是两个月减,剩下这两个放在分母,分子,啊,这个就两个月减,剩下两个放在分母,分子,啊,反正,或者你也可以讲说交叉成,啊,交叉成,啊,就是几种方式给你去思考, 所以这一,做到了这样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到,哎,我展开它好像没有太难,x平方减7x, 加432,这个呢,x平方减11x,加上530,6530,x平方去掉,这个11拉过来变成11,11减7就会得到10x, 再来这个30,这个12,12拿过来30减12呢,就会得到18,是吗,18,18,18,所以除以4呢,我就会,我可以越减2啦,我可以越减一个2,所以就会得到2分之9,对吧,这样子没有很难啊,这个还可以, 还可以,还可以,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恐怖的,为什么说恐怖呢,因为如果你硬硬去做,就会很恐怖,所以我们, 哎,我先操一下那个题目, 这一题如果啊,我先做一下错误的示范啊, 错误的示范呢,就是说,如果我硬硬啊,把他 通分,很像刚才这样子,我就左边通分,右边通分,哦,你就会得到x加5 乘x加6,再加上这个x加7,再加上这个x加4, 你单单看到这里,你就不想要做了,对不对,哎,因为,真的不行啦,如果是这样子做,真的是展开到你的手都会抽筋, OK,所以这边呢,他,跟上面呢,你就想,哎,上面为什么这么成功呢,会,会,去搭完所有的东西,剩下,剩下的是分子啊,也会一样,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 它是减,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它的数目,是相差1, 5跟6相差1,3跟4相差1, 在这边,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是相差2, 这两个是相差4, 然后,又是加法, 所以我只要在这边,我就想,我要把它变减法怎样呢, 然后6跟7是相差1吗, 所以也就是说,我这个翻过来,这个翻过去, 就相差1了,6跟7,6跟7相差1,4跟3相差1, OK,所以我进行了这个调整过后呢,你会发现到, 出奇的,你进行了这样子的调整之后啊, 东西就很容易做, OK,先调整一下啊, OK,照了这步,我们才进行了一个通分, 分母两个相乘,这个乘这个, 我就直接展开它啦,反正就是, OK,展开它,得到X平方, 加5X加3X,得到8X, 5X得到15, OK,这个就会得到完全平方嘛, 完全平方就是X平方, 减8X,减多少, 4416, 然后,右边呢, X加7, X加6, 乘进去, X平方, 8加6,得到14X, OK, 6,8,48, 减去, X前平方, 减两个前称后, 再减后平方, 49, X平方跟X平方, 越,8X跟8, 负8X越, 好, X平方跟X平方越, 14X跟负14X越, 然后再来的就是, 15减16呢, 又这么巧思负一, 48减19呢, 又这么巧思负一, 两边乘一个负, 或者是你讲交叉乘啊, 还是什么, 到最后啦, 你就会得到X加4, 乘X加3会等于X加7乘上这个X加6的,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 展开, 前平方加7X加432, X平方加13X再加上7642, X平方跟X平方去掉, 13减7就会得到6X, 这个拉过去就会得到减30, 对吗, X就会是等于负5, 刚好又没有X加5的, 有X加5的话呢, 他就不可以是X等于负5了, 这么巧他只能不可以不等于负3, 不可以等于负4, 不可以等于负6, 不可以等于负7, 但是就可以等于负5,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结啦, OK, 但是你还是要写那一句话, 经验算, X等于负5呢, 为原方成四的结, 这样子, 经验, 经验, 我每次, 我不懂啊, 我每次, 以前的老师教验算, 所以我会讲是经验算, OK, 所以第十二题呢, 他的tricks, 就在于要挪一挪, 让他变减法, OK, 负5啦, 看到吗, 负5, 二分之九, 看到吗, 二分之九, 还有的第八题, 对吗, 负7分之九, 负7分之九, 所以这三题, OK, 没问题, 所以我们的答案, 我们的功课, 我还要, 还需要设吗, 我还需要设功课的吗, 有没有, 好像都, 我会做回我应该要做的东西, OK, 你们不做是你们的错吗, 我没有给是我的错了, 罗伯, 对不对, 哈哈, 哎, 呃, 所以这边, 给的功课是哪里啊,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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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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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哦, 所以我们进入三点五的部分呢, 我们进入三点五的部分, 哎, 哎, 去太远了, 啊, OK, 三点五的部分, 部分分试, 好, 呃, 部分分试是什么意思, 嗯, 我们知道, 如果我两个相加加起来, 我们就会把他的分母相成嘛, 对不对,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 就会得到一项, 然后分母是有两个东西相成的, 换句话, 如果我要把它拆回出来, 我要怎样拆, 啊, 所以这一边呢, 他是用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把那个数目又再拆回出来, 那在这边呢, 他会有一个叫做横等式的一个情况, 横等式跟等式的差别在哪里呢, 横等式的意思其实是很像说, A加B乘A减B是等于A平方减B平方, 这个其实是横等式来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横等式的意思是说, 里面的位置是我不管带任何值都好, 这里左边右边的都会相等, 所以这个其实写错了的啦, 不是讲写错, 就是说他其实写等于呢, 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好, 真正来讲啦, 他意义上呢, 其实是横等, 是放了三个横的, 就是意思是说呢, 他for all value of A and B, 就是A跟B, 不管带任何值都好, 这两个都会相等,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放三个等于的,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方便起见, 所以我们在运算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用等于来代替, 但是他在意义上其实是有差别的, OK, 横等跟等于, 就是说横等的话呢, 他是可以A跟B呢, 你可以任意带任何一个值, 他都会相等, 但是如果是等于的话呢, 其实他是可能会讲说, 他只有特定的一个X值, 所以你做做下, 做做下, 而你可以找到X值, 其实是必须要等于特定的一个值, 他们两个才会相等, 所以他在意义上有不一样, 在这边我们就要讲到说, 横等式呢, 我们要怎样, 可以怎样去简化呢, 他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讲, A跟B里面我可以带任何值嘛, 所以在这边,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A跟你里面的那个位置数, 你可以选用一个某个特定的数目, 来让那个整个方程式呢, 把某个部分去掉,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值,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比较系数法, 现在这样子讲, 好像很虚幻,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数值代入法是怎样的情况啊, OK, 所以简单来讲呢, 他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5X减4, 会等于A乘X减2, B乘X加1, OK, so他是横等的啦, 原本应该是横等的, 那我可以带入一些特别的X值, 比如说, 我带X等于2, 我这里就会得到0, 0乘A这个还是会得到0, 所以你就讲说, 原本的方程式里面, 我有两个位置数, 我有两个不知道的一个值, 我只要把X带2进去后, 我就把其中一个值给去掉, 所以我就可以自然而然可以找到这个B值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 我可以选用X等于负1, 把这个B的这个项的影响力给去掉,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做法是这样, X等于负1, 我带负1进去, 负1乘5减4, 就得到负9, 负1减2就会得到负3, 所以得到负3A, 负1加1就会得到0, 0乘B就会得到0, 所以得到负9等于负3A了之后呢, A就会是等于3, 再来还要再带这个X等于2的话, 在下面又会写, X等于2, X等于2, 5,2,10, 10减4得到6, 来6, 2减2得到0, 0乘A也是0, 2加1得到3, 所以是3B, 6等于3B, B就会等于2, 所以在这边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就叫做带入数值法, 数值带入法, 数值带入法, 我们就可以找到A是等于3B是等于2, 好, 再来一个更加复杂的一个情形啊, AX平方减5, 2X平方减5X减1会等于这整串东西, 你会发现到X减1有两边, 所以我带X等于1的话呢, 这个A跟C就会去掉, 我带X等于2呢, 这个A跟B就会去掉, 我带X等于3呢, 我的B跟C就会去掉, 所以我只要带这三个值, 我就可以把ABC给找出来, 你看啊, 我带X等于0, 这个去掉, X等于3, 所以X等于3, 这两个去掉, 3的平方, 339928, 5315, 然后减1, 3减1得到2, 3减2得到1, 其余这两个不理他, 好, 这边是3A, 这一边的话呢, 18减15得到3, 3减1得到2, 这边是2A, sorry, 2A不是3A, 2A等于2, A就会等于1, 再来带1进去, X等于1带进去的话, 这两项等于0, 1, 2乘, 1乘, 2乘1的平方减5乘1再减1, 所以就得到2减5减1, 然后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0, 在这边要注意, 1减2得到负1, 1减3会得到负2, 负1乘负2负负得正, 所以也是2比1, 2减5减1就会得到负4, 负4除以2就会得到负2, 再来带这个2进, X等于2进去, 这两项会得到0, 对不对, 2的平方, 224, 228, 520, 然后这边是2减1得到1, 2减3得到负1, 所以这边会得到负7, 8减10减1会得到负3的, 负3等于负C, 所以C就会等于3, ABC就找到了,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其实有提供两个方法的, 一个是叫做数值代入法, 另外一个其实是比较习数法, 这两个方法来讲呢, 我个人会觉得数值代入法会比较容易, 一点, 所以我们通常可以先尝试用这个数值代入法了, 当然, 巡礼我们还是要教一下这个, 系数比较法, 系数比较法是怎样呢, 它就展开, 展开, XA乘进去就得到AX减2A, B乘进去就得到BX减3B, 那X跟X相加就得到A加B等于X, 负2A减3B, 对吧, 这个就会是它系数, X的系数会等于A加B吗, 这边就有X的系数是等于负3吗, 所以A加B就会等于负3, 还有5会等于这个负A减3B, OK, 解连力你就会得到了, 解连力容易吗, 其实不容易,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没有很好哦, 当然我们有计算机可以用啦, 我们来看一下按下计算机, 先看一下计算机, 呃, 嗯, OK, 这一个这种连力的方法会按计算机吗, 啊, A, 按Equation, 像那个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差不多, 但是它是2unknown, 2unknown原本这个是1, 1跟负3, OK, 第二个方程式的是负2, 负3, 跟5, OK, 算出来呢, 它的A, 因为A是前面的嘛, 所以我们这里计算机standard是xy的, 啊, x跟y, 所以前面那个就会是负4, 所以是A等于负4, 再来后面那个就会等于E, 所以B等于E, OK, 所以按计算机就可以得到了, 啊, 当然如果考试考这样子的一个题型的话呢, 呃, 你必须要解出来, 啊, 所以可能说这个是第一, 可能要乘一个2, 然后再跟它相加, 啊, 先算数B来, 然后再再带回进去乘A, OK, 所以感觉上比较难的, 啊, 比较西数法呢, 在这个情况下就比较, 你会看到呢, 在, 呃, 这一边的就还好, 但是你会看到解连力, 就比较不容易了, 啊, 尤其是有一些情况呢, 甚至是, 四个位置数的, 啊, 当然有一些讲法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混着用, 那比如说这题, 我可以先把X带0进去, 我就先找到D咯, 我再X带E进去, 我就会找到C咯, 在X带E进去, 我就会找到B咯, 像A怎样找呢, 可能你在用, 呃, 比较西数法, 啊, 因为在这边你展开完了A, X立方呢, 就是A了,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A, 其实可以直接可以得到是3的, 哎, 好像好像找A哦, 用这个方法会更快啊, 对不对, OK, 所以D的话呢, 就会等于2, 所以这里也是得到了, 啊, 我们先介绍一下他讲错, 他展开完, 这两个相乘得到X平方减3X加2, 啊, 然后呢, 再乘进去, AX立方, A负3AX平方, 加2AX, OK, 这个乘进去就得到BX平方, 减BX加C加D, 好, 然后A的三次方是只有一个, A的平方有两个, 所以是负3A加B, 这一个有三项是2A减B加C就会等于X的这个, 然后D也是只有一项, 所以在这边他是A, A跟D很快的可以看出来, A是等于3, 好, A是等于3, D是等于2, 3负3A加B就会等于负4, 还有的就是2A减B加C呢, 就会是等于5的, OK, 那这个的连力的话呢, 就不用按计算机的, 因为你3带进去呢, 339-9, 对不对, -9拉过去就挣9, 9减4就会得到5了, OK, 然后再把这两个带进去这里的话呢, 326, 6减5得到1, 1拉过去, 5减1得到4, 所以C又找出来了, OK, so反而呢, 在这边呢, 如果你用带, 呃, 带入法的话呢, 找DOK, 找C也OK, 找B也OK, 找A的话呢, 就特别复杂了, 啊, 你就可能要带一个-1, 或者是带一个3, 啊, 然后, 比起来感觉上这个情况呢, 啊, 好像是比较细数法, 会更略胜一筹, 啊, 所以, 有时候呢, 你就要看情况而定, 哦, 好, 那我们随堂练习Bud的部分, 啊, 由我来解一下这几题, OK, 我看下, 我看下, OK, 横等啊, 第一题, 2X加7等于AX减1加上, 我通常是写三个等于的, 三横了, 2X加1, OK, 用什么方法呢,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呃, 带入法的, 所以我们先带X等于A进去, 啊, 左边呢, 就会得到1, 乘2就得到22加7就得到9, 右边的话呢, 2乘1得到22加1得到3, 所以得到3B, 再来呢, 就是B就会是等于3, 我们通常就是尽量的, 因为这个, 呃, 部分分式, 哈, 这个步骤呢, 其实他也不会要求看到这么详细, 啊, 尤其是, 呃, 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要做到比较快一点, 所以呢, 尽量的可以省略那个步骤, 我们尽量的省略, 啊, 在这边呢, X等于负二分之一, 那么负二分之一, 就会把它变成0啊, 然后B的这项等于0, 所以负二分之一的话呢, 这个就会得到负一, 负一加7就会得到6, 但是在这边就麻烦了, 负二分之一减1的好像是负二分之三, A3跟6可以越减得到2负二乘上去, 就会得到负四, 啊, A就会是等于负四, 就这样了, OK, 没问题,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 哦呦, 这个麻烦哦, OK, 来看一下第二题, X平方加X加2横等于AX减2X减3, 加上BX减3X减1, 加上CX减1X减2, OK, 放大哈, 这题这样子来看的话, 还是用代入法比较好, 我们先带这个X等于1, 因为这里就会得到, 这两个就会得到0了, 1加1加2, 2三四得到4, 1减2得到负一, 1减3就得到负2, 负一乘负2就会得到2, 所以是2A, 再做多一步, A就会是等于2, 再来我们可以带这个X等于2的, 这两项, C项跟A项就会等于0, 224, 4加2等于6, 6加2等于8, 2减3会得到负1, 2减1会得到1, 所以就会得到负B, 换句话呢, B就会是等于负8, 再来我们又要带呢, X等于3的, 339, 9加3等于12, 12再加2就会等于12, 再加2等于14, 有3的是这两项等于0, 3减1等于2, 3减2等于1, 所以是等于2C的, 那C就会是等于7的, 就这样子, 没问题, 我们等一下会再, 我们等一下会再去检查一下答案, 好, AX平方加2X, 加3, 这个位置数在一左一右啊, 说什么情况啊, 这个感觉上呢, 用比较细数法, 要比较更快一点吧, 所以我们把左边, 右边给展开一下, AX平方, 减3X, 减BX, 再加3B吧, 把这个负带进去, 负X平方, 就会变成加3加BX, 再减这个3B, 直接比较细数, 我们就发现到A是等于负1, 负3B就会是等于3, 换句话, B也会等于负1, 当然你会讲, 哎呀老师, 2等于3加B这个要用吗, 当然这个你用过去呢, 你也会找到同样的东西负1, 当然你也可以再带回进去, 再验算一下啦, 也不过应该是都会一样的, 都会对的, 所以在这一边呢, A是等于负1, B也等于负1, 当然呢, 如果要把那个, 要用带入法好带吗, X带3进去, 好像不行吧, 因为A跟B在一左一右的情况呢, 这个就不好, 就比较不好用带入法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少数呢, 会是带入法不是, 就会比较不好做的情况, OK, 再看一下这个啊, 很等式, 这个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ABC在左边呢, 就是在这一种情况, 不是在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相乘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会比较好是用展开, 然后比较习数, 这题好像也是比较习数会比较好, 因为我展开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一个一个可以看得出来, A等于什么, B等于什么, C等于什么, 所以这个是比较习数法, 比较容易, OK, 我们展开吧, 先展开这个, X加1, X减1, 这个是前平方减后平方啊, OK, 这个是减3, 然后, 乘进去, X立方, 加5X平方, 减X减5, 再减3, 那我们可以结合快一点, 就会是整理减8啦, OK, 所以A等于多少, A等于5啊, B等于多少, B等于负1咯, C等于多少, C等于负8咯, 完美, 解决,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随堂练习8的部分有没有问题, OK, 随堂练习8, 我们的A等于负4, B等于3, 第二题A等于2, B等于负8, C等于7, 再来A等于负1, B等于负1, A等于5, B等于负1, C等于负8, 搞定, OK, 100页, 100页, 那哪一题要解吗? OK, 所以这里的题型, 1,2,3,4,5, 6,7啊, 我相信前面的应该都很容易, 后面的话呢, A,B,C, A,B,C, 3个位置数, 应该都是用带入法都会比较容易, 只是剩下这个6跟7来讲, 我个人觉得会比较难, 甚至呢, 甚至呢, 有可能啊, 有这样子的可能啊, 就是说他会比较容易, 用什么方法呢? 他好像用比较细数法, 反而更加容易, 好, 我们来看下第6题吧, 第6题好, 我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方法, 我们之前学了那个叫什么呢? 我们之前学了一个方法是叫综合处法, 记得吗? 所以呢, 在这个情形呢, 这个第6题的特殊的情形呢, 就是说我, 好像用X减1呢, 我好像除, 除了三次, 我除了一次, 我就会有一个余数, 我除了两次, 我又会有另外一个余数, 我除了三次呢, 又会有另外一个余数, 是类似这样子一个概念, 怎样讲呢? 3X立方减X平方, 减5X加9哦, 他横等这个啊, OK, X减1立方, 加BX减1平方, 加CX减1, 加上D, 好, 这一题, 你会发现到, 如果我两边呢, 是我每一项呢, 除以X减3的话呢, 所以X减1的立方的话呢, 这个就会得到A, 这个就会得到X减1的立方分之B, 再来就会得到X减1的平方分之C, 这个就会得到X减1的立方分之D,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如果我除我这个3-1-5跟9, 我除一次的这个X减1的话, 我会得到余数, 这个余数呢, 就是这个D,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带分数, 如果我除以一次, OK, 我就会得到这个D的, 我除了两次呢, 我就会得到这个C, 我除了第三次就会得到B, 最后的那个答案呢, 就是A, OK, 这个很特殊啊, 我们来看一下, 3乘1得到3, 两个加起来得到2, 2乘1得到2, 两个加起来得到-3, 这个乘这个就得到-3, 这个会有余数的哦, 得到6, 这个D呢, 就会等于6,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多一次, 3乘1得到3, 两个加起来等于5, 再乘1跟1等于5, 然后这个两个加起来等于2, 这个呢, 就代表了我的C会等于2, 我们再进行多D, 多一次就得到8, 这个B就等于8, 这个A等于3, 它是有这样子的意思的, 我来看一下, 你不信到它是很悬的, 第6题的嘛, A等于3, B等于8, C等于2, D等于6, 呃, 目前呢, 我想到这个方法应该是最快的, 反正是用综合出法, 然后找余数, 这个是最快的方法, 当然在这个, 你会讲, 啊老师, 这个这张没有提供这个方法, OK, 所以当然你讲说, 如果我要, 用它给的方法要这样做, 对吗, 没关系, 我们用它的方法来处理一下, 这一题我觉得比较适合用比较细数法啦, OK, 所以我们用比较细数法, 我往上啦, 又没有位置了, 我往上做, 呃, 立方的话呢, 是3X, 立方减3X平方加3X, 减1, 这个是完全立方的一个公式, 如果你有备收的话, 可以这样子做, 再来的就是X平方减2X减加1, OK, 然后这个是加C, X减1, 然后再加D, 然后我们再乘这个A进去, AX立方减3AX平方, 加3AX减A, 加上BX平方, 减去2BX, 再加上B, 再加上CX减C, 加D啦, OK, AX立方, 看到这两个, 加B减3A, X平方, 再看到这三个, 再加上3A, 减2B加2B加C, X, 再加上B减A, 加D减C, 所以我们初步的可以找出来, A是等于3的, 对吗, 再来B减3A, 因为等于负1的关系, 339, 9拉过去变加9, 9减1等于8, 我们可以达到B等于8, 再来的是3A减2B加C会等于负5的, 我们带进去339, 826, 加C等于负5, 所以这两个, 哎呀, 这个两个, 负7呗, 负7拉过去7, 诶, 是负7吗, 负7, 拉过去就7, 7-5就会得到2, 对吗, 3, 8, 2, 对了, 再来啊, 最后再来还有几个, 还有一个D哦, B减A加D减C是吧, 就会等于9, 我们再带进去啊, 8减3加D减2, 8减3是5, 5减2是3, 3拉过去的话呢, 9减3就会得到6, 所以就得到, 所以你会看到哪一个容易, 红色容易, 蓝色容易, 我个人就觉得蓝色容易了, 如果蓝色的话有点, 哎呦, 他是, 他的思维上呢, 会稍微的, 呃, 你需要调整一下你的思维, 你才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当然他也是特殊的, 就是只能说X减3立方, X减2平方, X减1,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你才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是很少, 很少遇到的情况啦, 我都在哪里, 在这里, 那第七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其实很靠近, 但是这里有X, 这里有X, 这里有X, 这里既然没有X, 啊, 如果有的话就可以, 没有的话就不行, 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期啊,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 就要用那个, 呃, 比较细数, 哦, 比较细数法, 好, 先抄题目, X加1等于AX减1的立方, 加上BX, X减1的平方, 而加上CX, X减1, 加DX, OK, so, 求ABCD, 那有时候呢, 你要想一下哦, 我们不可以蠢蠢的, 一直想到说, 哦, 我要用比较细数法, 我就不可以用这个代入, 代细数法, 其实不对的, 你懂吗, 我可以还是一样, 带一个X等于0进去, 因为我们知道X等于0带进去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找到A了的吧, 还是可以的, 我带0进去啊, 这个左边是E, 0减1等于负1, 负1的立方就等于负1, 所以就等于负A, 也就是说, 我觉得A就等于负1, 啊, 找到了, 很开心, 对吗, 然后再来的就是, 我就想, 哎呀, 这三项都有X减1啊, 我再带一个X等于1进去咯, 好, 1加1等于2的, 哎, 这个000了吗, 这个带1的话呢, 就会得到D, 哦, 我又得到D等于2了, 这个时候你就想, 叫我B跟C怎么办, 啊, B跟C怎么办, 不要紧, 我们现在才做比较西数法, 因为反正就是说, 而我已经把两个东西给处理掉了, 已经很开, 也很方便了,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子混着用的, 就是这个方法, 我做两个, 那个方法, 我又再做两个, 也是可以的, 好, 所以我先把那个数目给带进去, 我就会得到X加1, 这个等于负1嘛, 对不对, 负X减1的立方, 加上这个BX, X减1的平方, 加上这个CX, X减1, 再加上这个D是2嘛, 我们就放回2X, OK, 那我展开啦, 对不对, 这个是X立方减3X加3X减1, OK, 这个是完全平方公式, 再来这个是BX, 这个是X平方减2X加1, sorry, 再来这个是CX, X减1, OK, 再加2X, 然后我们才展开, 负X立方加3X, 这里有平方的, sorry, 平方减3X, BX加1, 加上BX立方, 减去2BX平方, 加上BX, 再加上CX平方, 减去CX, 加2CX, OK, 然后你会发现到, 立方的有两个, 是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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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立方, 再来你看到, X平方的有三个, 3加B, B-2B, 看错了, 3-2B, 这三个, 加C, X平方, 再来看一下那个X的系数, 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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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得到2-1, 有没有, 所以是B-C, 再2-1, X, 然后再加1, 加1在这里, OK, 你会发现到, 我比较系数的时候, B-1, 必须要等于0, 我就会得到B等于1, 再来看一下, 你要用这个还是用这个, 应该都可以的, 3-2B加C等于0, B带进去等于1, 3-2等于1, 就会得到C是等于1, 当然你也可以再带进去, 这一边也是可以, B-C-1, 必须要等于, 这一边是系数是1来的, OK, B等于1, 1跟1给去掉, C好像也是等于1, 所以这个是腌酸的, 然后这个是1, 也会等于1, OK,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有时候呢, 用这样子一个mixing的方法呢, 也算是, 你会发现到, 它这样子mix的话, 你的比较系数法那边, 也会简化一点, 你会看到代入系数法, 我只用了两行, 然后我比较系数法那边, 就会简化很多, 你会at least说在这个, 在这个代入的一个部分呢, 你会发现到我们, 我们就会做到很快, 不然的话, 如果你有A跟D在里面呢, 我会相信了, 你在这里要找A跟D呢, 会难很多, 为什么这里有A, 这里有一个B减A了, 然后在这里呢, 是3A减2B加C来的, 然后还有的是什么呢, 这当然这边会有一个A啦, 所以你的A会很快的, 可以看得出来是负1, alright, so要找D的时候又不简单, 所以这两行啊, 真的是帮助很大了, ok, 我老师可以这样子讲啊, soA等于负1, B等于1, C等于负1, D等于2, 我们看一看, 看看答案, A等于负1B等于1B等于1C等于负1D等于2, 对了, 完美, 完美, alright, 这是A的部分罢了吗, so我们还没有讲到部分分次啊, ok, so这个只是, 上面的那个只是横等式, 他还没有解释横等式, 怎样用来做部分分次,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横等, 那个横等式先给你practice一下罢了, 真正来讲, 我们那个横等式, 是要在这个部分分次这一边有用到, 怎样用到, 我们之前, 我之前讲了啦, 所以如果很像这样子, 有两个部分相加, 我们的做法是通分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个两个分母相成, 成在一起, 然后交叉了之后呢, 交叉成了之后, 加起来就会得到这个, 一项的, 这个一项, 所以换句话呢, 我可以把这个一项呢, 分成两个, 所以就变成了, 他这个部分分次, 他的做法呢, 跟我们的那个通分呢, 是一个倒转的一个做法, 你知道数学很喜欢的啦, 我们学习怎样展开, 同时我们又要学习怎样倒转呢, 去把它因识分解, 对吧, 我们很屁股痒的, 我们去教你怎样去展开了, 之后我们又要教你, 哎呀怎样去因识分解, 我们都要做双向的, 所以包括了这个分次也是一样, 我们先教你通分, 过后我们就讲, 如果你要倒转的话, 这个就要做部分分次, 什么用呢, 什么用我迟点再跟你讲, 这个是在微积分的时候啦, 微积分的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用到这个, 倒转, 然后把它变成部分分次, 因为这个我们积分不到, 这个我们可以积分到, 所以变成了在, 这个部分分次感觉上好像很stupid, 倒转做, 但是在积分那里有很大的帮忙, OK,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是, 我们叫做什么呢, 做, 做数列的时候, 我们也有时候会需要做这个, 这个部分分次, OK, anyway,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拆成这两个, alright, 来, 那我们先把它generalize, 我们是看成这样子的一个format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项, 对吧, 然后细数呢,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变成A跟B, 然后变成A跟B, 然后过后我们要怎样把它变成相等呢, 我们又把这个再做通分回去, 然后我们从横等式里面, 我们才用横等式的上面那个方法把这个A跟B找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设的, 这样子讲好像很虚幻, 我们来看一下立体立体, 所以这个我们要怎样猜呢, X-5跟X加4, 我们拆成两个部分, 然后它的系数就会是A跟B, OK, 所以因为它为什么是A跟B哦, 其实它有原因的, 因为你是X-5, 我的分子来讲呢, 一定要这个分数来讲, 一定会是一个真分式, 因为在这一边呢, 也一定是真分式, 如果不是真分式的话, 不可以做部分分式, 听清楚, 如果这个不是真分式的话, 不可以做部分分式, 你做部分分式, 你先觉得条件是这一个必须要是真分式, 如果不是的话, 请你做长出法, 把它变成真分式了之后, 因为你做长出法了, 你就会变成带分式, 对吧, 那你的那个真分式的部分才可以把它推开, 这个有点远了, 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提到,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先决条件, 所以为什么我要试成a, 也就是因为它是真分式吗, 像我这里x-5是那个分母的话, 我的这个分子呢, 就一定不会有x咯, 不会有x就只是常数咯, 所以我们是试成a罢了, 如果我的分数啊, 会是有一个没有办法因式分解, 它是x平方加x加1的话呢, 我的分子呢, 就必须要是ax加b,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过应该不会出现, 目前文科班应该不会出现, 是那么复杂的一个情况啦, OK, 不过我们先做一下啦, 这种简单的, 所以我把它分成两项了之后呢, 变成a跟b, 然后再做通分, 把它盛起来, 有点屁股痒, 对不对, 然后这个盛上去, 这个盛过来, 分母就会一样了啦, 对不对, 这样我就不理它啦, 分母分母, 割掉, 然后你会发现到,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一直practice的那个部分分式啦,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用代入法可以解决的, x等于5, 5加5840, 40减13等于27, 5加4得到9, 9a, 27除以9得到3, 再来我们要带负4, 对吧, 我们带负4, 我们带负4进去, 负4乘8, 负4乘8, 负32, 负32减13, 3得到负45, 再来负4减5得到负9, 负9, 负45除以负9得到5, 所以就会是等于3跟5, 3跟5再带回进去, 写这个重操一遍啦, 我们通常就是重操一遍, 因为这个是我们设出来的嘛, 我们这个会等于这个嘛, 那A跟B我不懂嘛, 我找了之后我要丢回进去咯, 所以我重操一遍, 就是你的部分分子做完了, OK, OK, OK啊,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 这一个情况, 我们的分母自己要进行因事分解, 就会得到AX, 2AX, 2AX加1, 2AX减1, 这个是前加后成前减, 然后Split乘两个, 是AB, 在自己再通分, 再加回起来, 很屁股扬, 这个乘上去, 这个乘过来, 分母就去掉, 在这个时候呢, 我带1-2分之1, 就会打B给去掉, 这一边就会得到-2, 这一边就会得到-2, 所以A就会等于-1, 我通常这一步我是省略的, 因为带进去, 乘起来应该很容易的, 你会看到我刚才的做法来讲呢, 我这一步带进去呢, 我们是心酸可以跳掉的, 我不懂啦, 文科班最好你们step by step, 因为理科班, 我们是可以跳步, 跳蛮多的, 所以这一步我是没有做的啦, 你们最好做了, 然后再来的就是, 1分之1带进去的话, 这一个可以去掉, 1分之1得到1, 1加1得到2, 2B, 1分之1的话就会得到1, 1加3就得到4B, 就会等于2, 再来把这个部分抄一抄, 把那个负1放进去, 那个负1来讲呢, 我们的负通常就会拉到最前去, 写在它的分数前面啦, 然后B就是这样子写, 当然你就会讲说, 我不喜欢那个负在前面, 我可以不可以把前后倒转一下, 变成2x-1分之2, 减去这个2x加1分之1, 当然可以, 我也比较喜欢这样子写, 不过, 不过看你这里怎样猜,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你猜成这样子, 你也照写啦, 反正不要浪费这样多步骤, OK, 都可以接受的啦, 这个有看到吗, x平方, x平方, 这个是假分式来的, 所以做部分分式第一步呢, 其实是你要check一下它是不是假分式, 这个是假分式, 我们第一步必须要做常处法, 当然它这一边它不是做常处法啦, 它是把它讲说, 把它划成多项是与真分式的核, 然后就划简了, 到底怎样划简, 很多学生就讲, 老师怎样划简, 不知道咧, 其实是做常处法啦, 我是做常处法, OK, 我们来做一下, 这个就要变成2啦, 对不对, 2乘2x平方, 这个就变成减2啦, 两个相减是不是得到x, 减5, 然后-5, 减2就是加2, -7加2, 减减5, OK, 所以这个写前面, 加上这个分子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做部分分式的, 只是做后面的这个真分式罢了, 啊, 再把这个, 再变成部分分式, 啊, x平方减1呢, 就会当然是x加1, x减1啦, 啊, 分成两个部分, 然后这个, 放分A, 这个放成B, OK,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常常, 学生会忘记的一个步骤, 加分式, 请你做常处法, OK, 好, 再来做了这个之后呢, 又再乘回起来, 啊, 很屁股痒的, 这个乘上去, 这个乘过来, 啊, 然后呢, 我们带x等于1, 再带x等于-1, 啊, 他先带x等于-1, -1带进去, 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2, 这个等于-6, -6, 除以-2等于3, 再带1, 然后再带1, 这个就会等于2, 这个就等于-4, -4加等于-2B, B就等于-2, 再带回进去, 最后这一个部分, 呃, 这个部分, 哎呦, 这个部分啊, 要放过来, 所以是2加这个再加这个, 才是这个的部分分子, 注意, 要放个2加, x加1分之3, 减去, 因为这个减它拉前去了, 减去x-1分之B, 就是2, 2, 所以这个要注意哈, 加分是, 叮叮叮叮, OK, 一看到辨认得出来是假分是, 请你做长出法, 好, 啊, 那我们每一次是设成B, 设成C, 哦, 不不不不, 这个情况是不同, 这个是说, 如果它是有AX加B的三次方, 就是高过一次方, 它设的方式不一样的, 它是设一个是三次方, 再设一个是二次方, 再设一个是一次方的, 然后上面的系数很好笑的, 也是ABC, 也是一个常数项的了, 所以这个其实呢, 有它原理, 因为它乘, 它好像是除了一次, 它就有余数, 再除第二次, 它又有第二个余数, 都会是常数来的, 啊, 像我们刚才做的那一题, 这样子有没有, 我一直除了一次X减一, 再除了一次X减二, 再除了一次X减一, 除了三次X减一, 它分别的那个, 呃,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余数, 就会是它的ABCD, 对吧,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要注意了, 这一种情况的部分分次, 我平方, 我就要设一次跟两次, 这一边做通分的时候呢, 当然它就是乘过去, X减三, 这个就不需要, 那这种题型, 当然你假如说, 如果我做代入法的话, 我代三, 呃, 它可以找到B啦, 但是我的, 我的A呢, 当然你也可以代, 因为我找到B, 我A, 我X代其中随便一个值, 只要不是等于3, 其实我也可以找到2的, A的, 当然比较系数,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A就等于4, 好, B就, 如果带3的话, 4, 3, 12, 12, 减7, 就会等于5,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了, 当然你也讲说, 这个是做, 刚才我们讲说, 用那个什么, A, 用那个叫什么名, 综合除法, 综合除法, 我们除了一次, 这个X减3, 4, 32, 两个加起来是等于5, 所以这个就会是我的B, 这个就会是我的A, 所以其实这个来讲呢, 他其实是做这个综合除法, 除两次的意思, 这个只是说我们的交法, 我们就是用做部分分式的这样子做法, OK, 所以这个是做三次的, 如果你看啊, 我如果用的综合除法, 其实蛮快的, 我是比较奇怪, 为什么没有交这个方法, 1乘1得到1, 两个相加得到3, 3乘1得到3, 两个相加得到2, 这个就会是我的C, 再做一次E, 1乘1得到E, 两个相加得到4, 这个就会是我的B, 这个就会是我的A, 你不信, 你看一下, 还是倒转了, 还是倒转了, 好像倒转了, 三次方那个, 三次方那个是, 第一个应该是三次方, sorry, sorry啊, 这个应该是A, 三次方, 因为它三次方放A的关系, 不然的话就对了, 这个加1, 这个是B, 这个是C, 超快的, 这样子, C的话就是E, B的话就是4, A的话就是负2, 搞定, 当然这个综合出法是不能用啦, 因为它们部分分析, 它们就是要你用这个方法, 没办法啦, 我们要装傻一下, ok, 所以这一边它, 它们发现到这个方法, 用比较细书法会比较好, 我是不懂啦, 我个人是觉得我是每次混合用的, 我是先带X等于E进去, 我至少就可以找到A等于多少, 再来我就发现到我, 因为最高次方是C, 看到吗, 我就可以找到C等于E, 再来剩下一个B, 当然你可以随便用另外一个就可以找到, 当然你可以用比较细数, 也可以用再带多一个奇奇怪怪的一个X值, 可能放个0也好, 然后就可以找到了, 好, 那anyway, 这个就是我们的解法啦, 那还有一个做法是, 这个也是特殊的哦, 他把这个X减1设成Y, 那找X减1设成Y, 那X就会是等于Y加1, 那他把这个Y加1给放进去这个X的位置, 然后这边就放在Y立方, 然后做了之后啊, 他就展开了, 这个XY平方, 这个我觉得他有点跳步, Y平方加2Y加1, 再加2Y, 再加2再减5, 所以Y平方加4Y, 有没有, 然后A1加2是等于3, 3减5就会等于负2, 然后呢, 他再把这个Y呢, 分成三个部分来除, 就会得到Y分之1, Y平方分之4, 还有Y立方分之负2, 然后再把这个X减1给带回进去, 你就会得到了, 这个题目也是很特殊的, 这个解2其实也是类似跟我这个, 我觉得差不多的一个概念, 可以很快速的可以找出来, 是使用解2来解立题吧, 我们来看一下解立题吧, 哦,立题吧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so我们, ok, so这个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so, so, x减3等于Y, x就会是等于Y加3, ok, so这边呢, 就会得到呢, Y的平方分之4乘Y加3, 3再减7, 展开它就会得到4Y, 4三十二, 十二减5, 十二减7就会是等于加5, 就会得到Y分之4, 加上Y平方分之5, 再把这个X减3带进来, 就会得到它的答案了, ok, 哦, 有啊有啊有啊也是可以哦,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不错的一个方法,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题9, 随堂列题9的部分, 5X减7除以X减1, X减2,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题的部分分式, 我们的解法呢, 就是把它变成X减1分之A, 加上X减2分之B, ok, 然后再乘回起来, 然后我们就得到, 然后只是看分子, 然后X减2, B, X减1, 所以这个先带入吧, 带入这个X等于1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 5减7得到负2, 1减2就会得到负1, 所以就会得到A是等于2的, 再来我们带X等于2进来, 520, 10减7得到3, 2减1得到1, 就会得到B是等于3, 最后我们再超一下那个原题, 等于2除以X减1, 加上3除以X减2, 大点, 第二题, 7X减1除以X平方减4, 这个就是X加2分之A嘛, 好, 再加上X减2分之B, 我们相乘起来就是X, 7X减1等于A乘X减2, 加上B乘上X加2, 带入X等于2, 我就会得到7214, 14减1得到13, 而2加2得到4, 所以我呢, B就会是等于4分之13, 好臭, X等于负2, 带进去, 负2负7, 负2乘7得到负14, 负14减1得到负15啦, OK, 负2减2就会得到负4A咯, 所以得到我们的A就会是等于4分之15, 很流浪哦, 7X减1, X平方减4就会得到4乘, 我们把这个4发拉它下去, X加2分之15, 再加上这个4也是拉下去, X减2分之13, 哈,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OK, 第三题, 10X减9除以6X平方加X减2, 当然这个要做因式分解是什么啦, 6的话应该是3乘3乘2吧, 22会得到4, 然后4减3, 所以是3X加2分之A加上2X减1分之B, 好, 这样子, 所以我们再乘回在一起, 就得到10X减9会等于A乘2X减1, 然后再加上B乘3X加2, 在这边我们还是可以带入的哦, 带X等于2分之1, 虽然会比较流浪一点, 10除以2得到5, 5减9就会得到负4, 2分之3, 2分之4, 4加3得到7, 我们就会得到4分之7, 哎呦, 这么恶心的数目啊, 不管啊, 硬硬来啊, 就会得到B是等于负4是16除以7,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词, 然后如果我们再带X等于负3分之2, 因为太复杂了, 我们也要省时间, OK, 所以我们做一下用计算机, 10应该就是负20除以3嘛, 然后再减9, 然后我们要讲分数, 所以是负3分之47, 再把它带进去这个位置是0, 带进去这个位置, 就会是224负4over3, 再减1, 加分数 等于负3分之7A, 对吗, 那我们3跟3可以越减了, 负跟负也可以越减了, A就会是等于7分之47, 最后在最终再超一下那个 数目, 7乘3x加2分之47减去7乘2x减1分之16, OK, 可以了, 虽然这个是有点, 数目是有点丑了, 但是我们硬硬解, 你会看到也是还行, 还行啊, 好, 再来这一题, 3x减1, x减2平方, 那这一题我, 我突然间爱上那个4x减2等于y的这个方法, x等于y加2,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呢, 这个就是y平方, 这个是3乘3乘2减1的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就得到3y加6减1, 就得到y分之3, 这个是5嘛, y平方分之5, 所以最后呢, 就是x减2分之3, 加上x减2的平方分之5, 啊, 这一个方法我个人觉得特好, 不知道为什么, ok, 因为它的概念跟我刚才的那个除, 短除法呢, 很相像, 所以为什么它可以做得这么快, 再来的就是它, 它写出来就更加的明了, 不像我那个短除法, 除了出来哪一个是放哪一个位置, 有时候自己也弄乱了, 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特别好, ok, so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x减1分之2加上x减2分之3, 没问题, 对了, 第二题, 4乘x加2分之15, 然后是对了, 一样了, 这个数目比较奇怪, 但是, 不对, 4416不对, 我看一下, 这个是得到5, 5减9, 5减9是等于负4啊, 没错啊, 就是这个1分之1放过来, 走到2分之3, 啊, 我懂了, 这边是2来的, 这边是2, 哦, 就行了, 对了, 对了, 那这个是2乘上去, 这个是8, 所以不好意思, 这个是8, 还好纠正错误没有错, 太复杂, 刚好是这个位置, 2分之3加2分之4, 那分母还是2, 我不懂怎么分母变成4去了, 2的话2乘4才是得到8, 不是4乘4得到16, OK, 所以这个是错一点点, OK, 没问题, 再来这个5跟3, OK, 完美, 这个方法非常好, 又短, 又精简, 又快, OK, 可以吗, 这样就了吧, 对对对, 好, 还有例题哦, 哦, 还有继续例题, 所以这一题的部分分式,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先因识分解那个分母, 这个有点复杂一点, 先因识分解分母, 我们抽一个x出来, 这一边就会看得出来是x加2分之, x加2的平方来的, 那在这种情形的话, 我就可以猜成x分之a, x加2分之b, x加2的平方分之7,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跑掉了, 这个就唯一的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来进行, 因应这样子来做这个, 叫什么, 部分分式, 然后交叉成了, 这个就是x加2的平方, 这一边就要乘一个x, 乘一个x加2, 这一边就要乘一个x, 那我们带入0的话, 我就会得到a的像罢了, 那这个是4a等于4a就等于1, 再来我们带一个a等于负2, a等于负2我就找到c了, 对吧, 负2c, 其余的是0来的, 负2的平方是4, 4,3,12, 负, 减22, 加4, 这个做出来是等于负6, 再除以负2就会得到3, 来c就会等于3, 再来b怎么办呢, 有很多学生, b怎么办, 反正你带了一个0, 带了一个负2, 再来带一个随便一个数目, 其实都ok了, 因为你的a跟b呢, 你在a跟c呢, 你已经找到了, 你只要带回进去, 你的b自然而然就会出来, 那你就看到他带1啦, 他带1, 你带负1也是可以, 你带3也是可以, 你带总之不是零跟负2就行了, 再随便找一个数目, 所以这边他可能觉得1会很方便, 所以他就带1, 所以就3加11加4, 3加11加4得到18, 只是麻烦在右边啦, 因为他全部都会有, 每一项都会有出现, 1加2得到3, 3的平方是9, 所以是9a, 1乘上1加2得到3, 所以是3b再加c, 9a加3b加c, 那我们知道a是等于1嘛, 带进来, c是等于3嘛, 带进来, 9加3等于12, 12拉过去减就得到6, 3b等于6, b就会等于2, 就带回进去就完成了, OK, 结束, 结束这一章, 那我还有10分钟, 我可能选个一题, 来讲解啦, OK, 完成3, a, b, alright, 来看看一题, 有没有复杂的题型, 这个吧, 这个也是三项呢, 没有平方, 这是第八吧, 第八是有平方, 这个是要做常处法, 因为这个是假分数来的, 这个先要做常处法,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 这个要做常处法, 这个也要做常处法, 这个也要做常处法, 这三个呢, 是先要做常处法的, 10分钟, 我做下第八题, 看下如果还有时间, 我们再做多一题, 先做第八题, 好, 第八题, x平方减x减1, x平方x减1, 这题不用做常处法, 你不要看到讲说, 是这里x平方啊, 这里x平方啊, 不是要吗, 你自己从这个x平方再乘回进去, 你就会发现到分母, 其实是x立方来的, 分母是x立方, 分子x平方, 所以它不算是假分数, 所以这个的话呢, 我们讲有平方, 我记得我要把它变成, 一次方加二次方, 这个要注意, 然后再来的就是, x减1分之c, 所以呢, 我们其实是猜成这三个的, 然后x平方减x减1, 这个是分子的啦, 然后右边做同分, 你会发现到, a是要乘一个x, 再乘一个x减1, b呢, 是乘一个x减1而已, c呢, c呢, 就要乘一个x平方, 所以在这边, 我们带入啦, 我们带入, x等于0, 左边会得到负1, 这两个会得到0, 0减1也会得到负1, 所以就会得到负b, 换句换嘛, b就会是等于1, 再来我们又要带啊, 带是怎么这样走, 我们就要带, x等于1啦, x等于1这两个都会等于0了, 1减10, 所以右左边是等于负1, 右边呢, 会得到1的平方是1c, 所以换句话c是等于负1, 所以虽然你讲说, 这个老师不是可以了吗, 我还是习惯了, 要掉转回来, c等于负1, 2A怎么办, 你带了0带了1, 然后带什么数目, 我觉得带2可以啦, 2其实也没有很大, 当然你不会讲说, 我带100可以吗, 理论上是可以, 你慢慢做咯, 100是做到的, 真的没有骗你, 你试一下做, 当然我们没有这样蠢啊, 就要带到这样大的, 只要自己按计算机, 按到手抽筋, 对不对, 我们选一个数目比较小的, 可以心算就可以玩事的, 对吧, 没有理由说到放到一个100, 已经算死你, OK, 2的平方, 24, 4-2, 得到2, 再减1, 得到1, 左边之1, 右边呢, 右边是2乘2-1, 2-1是1来的吗, 所以是2A, 2-1是1来的, 所以也是B, 2的平方是4, 所以得到4C, OK, 当然我们在这一边呢, 是已经知道了, B是等于1, C是等于-1, 所以是-4, 对吗, 1跟1可以去掉, 所以2A等于4, A等于2, 最后再把那个答案给抄一抄, 答案给抄一抄, X平方-X-E, 我要洗, 我飘去另外一边了, 所以我要洗, 飘去另外一边, 我飘去另外一边, 我飘去另外一边, 诶, 什么事情, 这个电脑这样, 再炒一炒, X平方-X-E, X平方-X-E, OK, 等于A放2, X分之2, B放1, X平方分之1, C放-E, X减1分, 减去X减1分之1, 5分钟了, 好, 检查下答案, OK, 第一几题来的, 第八是什么, X平方分, X平方分之1, X分之2, 减去X减1分之1, OK, 对吧, 对了, 还有5分钟, 我们再解读一题呗, 再解读一题, 然后, 做个第十题吧, 我要做第十题了, 第十题, X立方-X平方-5X加4, X平方-3X加2, OK, 先做常处法, X立方-X平方-5X加4, 直接除以这个X平方-3X加2, 我们知道这边应该乘一个X平方, 3X平方加2X, 这两个相减得到2X平方-7X加4, 对吗, 对, 然后呢, 再来一个乘一个2吧, 2X平方-6X加4, 两个相减得到-X, OK, 所以这个呢, 是X加2-7平方-3X加2分之X, 所以我们要做部分分子, 做哪一下, 做这个罢了, 做这个罢了, 这样做, 这边是X-2嘛, 还有X-1嘛, 所以它是分成两项的, 所以X是等于A乘X-1, B乘X-2, X等于E带进去, 我就得到E等于-B, 所以B乘X-1, 带入2, 2, 2-1得到E, 我的A就得到2, 所以我们再把那个数目给放回进去啊, 我不把那个题目抄了, 我就是直接写成X加2-3, 可能是放加先吧, 我放B先了, 就变成加先了, 加1, 因为原本是有减的话, 减减就变加, 然后B的话呢, 是减2了, 减2了, 所以X减2, 这个是加2, 这里减又沉进去就变复2, 这个是减1, 这个减又沉进去就变成加1,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的, 好吧, 第十题做完, 有没有问题? 第十题, 注意一定要做这个长处法, 不然的话你这两个不尖掉, 然后这两个又弄它很复杂, 但是整个东西是错的, OK, 嗯, 可以, 还有剩2分钟, 还要做吗? 好吧, 找黄学了, 就这样了, OK, 谢谢各位, 拜拜, 嗯, 感谢观看